美國再向台灣捐贈150萬劑莫德納疫苗 並且在星期一下午抵台 批疫苗由台灣的駐美代表蕭美琴代表簽收 並且在星期日由華航的飛機乘載 由肯塔基州運去台灣 美國在台協會在社交網站說 捐贈疫苗是展現對台灣的承諾 截至目前 美國已經向台灣捐贈了400萬劑新型肺炎疫苗 另外台灣的行政院長蘇貞稱 星期一召開防疫會議 疫情指揮中心說 當地疫苗接種人口的接種率 已經達到73.18% 預計今年年底 首劑接種率可以達到七成半 第二劑接種率可望達到六成